今年的新居屋有一款間隔 是在客廳正中間有道房門 究竟設計師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 今次這個單位是在何文田管德縣 浴面積482呎 扶主是一對夫婦和一個老人家一起住 通常居屋一進來 飯廳就會放在旁邊 就會令到空間很迫 我就做了一個一體式的設計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也可以解決房間之中的缺點 而位於客廳中間的主人房房門 做了暗門設計 同時梳房下面做了地台 延伸入主人房 配合起來 就會將房門和客廳分為兩折的感覺降到最低 近窗邊有個半高新櫃 原來伸宿餐桌就藏在下面 吃飯了 伸宿餐桌可以這樣放 電視櫃用了座地矮櫃 因為不用吊櫃或者高新櫃 就可以減低客廳的壓迫感之餘 還不會遮蓋玻璃生物櫃 為什麼你會看到兩邊都是玻璃呢 因為這樣可以令到觀賞高度大了 而你一進來也會被這個櫃吸引住 應屋主的要求 大門旁邊的組合櫃 有大量的存物空間 裡面設有位置放繩主牌 下面還特別加上新宿桌 方便屋主供奉時使用 鞋櫃旁邊 還有屋主要求的貓貓櫃 今次這個單位設計風格用了簡約 我們用了木色和白色 另外加了一隻灰藍色 用在房間和客廳 點住了整個空間 主人房有大量存物空間 除了地台 和直落到地台底的大衣櫃之外 原來床尾都有存物櫃 這個設計 同時方便日後屋主可以在這裡放電視 由於不想阻礙主人房的景觀和採光 主人房的書桌 設在地台旁邊的套入位置 老人家房則放置了可移動傢俱 方便日後改善用途 為了改善入大門建設這個問題 次門改用暗門 為了方便使用 亦更改洗手間中 旗桿和畫桶的位置 而旗桿中 加了一個可以坐在上面的小平台 方便老人家沖來時使用 同時 浴室選用了水磨石磚 減低線清的機會之餘 亦營造出乾淨又時尚的感覺 廚房的廚櫃用了新啡色 以清潔之餘 亦區分了廚房和飯廳的空間 吊櫃中增加吊籃 方便屋主拿東西 improving 紅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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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我要化發達